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我想介绍一位朋友 给他在院士 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位方先生 2016年的12月27号 您当时是发生了中风是吧 对 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 我是2016年12月27号晚上 睡醒觉以后上舱卫生间 再一回来 我就开始右边的上半身 手臂和脚就开始麻木 后来我还揉了揉 后来也不行 我爱人后来一看 说赶紧送医院吧 后来就送到小五医院了 方先生您当时发病的时候 是在12月26号的哪一个时间 晚上11点多吧 晚上11点多 大家都已经听明白了 然后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当时我们的方先生就出现了 比如说口眼歪斜 而且这个左眼呢 几乎避不上 你的脸的眼皮呢 一直往下沉 对不对 然后当时是模糊的 口齿也是不清楚的 对 当时被确诊为是 高血压性的脑出血 对对对 就是特别的严重 后来到了医院之后 进行抢救 十天之后您出院了 命是保住了 对 不幸当中的万幸 值得我们欣慰的是 命保住了 但是回家之后 一系列的问题 接踵而来 那我想要请大家 看一样东西 来来来 大家认识吗 阿姨 阿姨说棉被 没错 这个棉被是谁的呢 就是旁边这位 方先生的 您给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带这个棉被 来我们现场呢 因为我出院以后呢 上不去床 最可笑的是 当天晚上呢 我从床掉下来了 掉下来以后呢 我爱人后 父母还有孩子 都弄不上我去 后来找街头 人家来人 给我抬上床呢 后来我就一直在地下 就是在地下就睡 什么吃喝拉撒 都在地下 冬天 我就地下 我爱人给我 配着胃花 大小便也都在地下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对对对 吃饭呢 肯定也自己不能 吃饭反正就是 吃了不多 吃了不多 也不看着 看着也不香 吃一两口就完了 基本上 没有什么食欲 然后呢 要靠别人来喂它 大小便不能自理 可以说生活 就完全失去了 控制 对不对 要特别说的是 2016年的时候 我们这位方先生 才48岁 对 大家说哇这么年轻啊 就得了中风啊 当时你看看 回到家之后 生活不能自理 但是今天来到我们 养生堂的这位方先生 大家看 就恢复得特别好 是吧 我们先用掌声啊 感谢这个方先生 来 先把这个被子放在这儿啊 这个旁边是您的爱人 是吧 我能问一下他吗 你好 白天黑的都是他一人 但现在好好的来到了我们养生堂 恢复得真好 现在行动怎么样 自如了吗 可以走 走到可以了 那今儿来养生堂 你怎么来的 我是从门口 我大车到门口 走进来的 走进来的 对 走得怎么样 还行啊 还行 你可以起来 走几步 让我们大家看一看吗 你慢点啊 来来来来 我们搀扶着啊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哎呀 真棒 我们应该给他点个赞 手动点赞 真的很棒 方先生 你真的太棒了 来来来来 真的了不起啊 阿姨您说 特别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了不起点赞 点赞啊 对 我们把掌声送给方先生 他的爱人啊 真的要感谢您的爱人 那现在后面很多阿姨就说 这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确实是就要跟我们今天 所说的内容相关了 那我们的方先生呢 就遇到了一位高人 啊 然后我们通过一种 神奇的方法 恢复得这么好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稍后为大家揭晓 好 方先生 特别的感谢您来 我们的养生堂 没有礼物送给您 谢谢 为您提供的奖品呢 是由北京卫视养生堂行业 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为您提供的玉品高方 玉品高方送给亲人的爱 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即可订购 玉品高方 把礼物送给您 希望您早日康复 谢谢 来 要谢谢您的爱人 好了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们接下来的养生堂 将会帮助大家去揭晓 来 请大家 关注一下我们舞台的一侧 看到了吗 这本书大家认识吧 《皇帝内经素问》 它记载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中医治病的 六大医书 这里面很多的医书 大家都看过学过养生堂节目 都给大家介绍过 比如说像汤药啊 鞭食啊 推拿真酒爱酒 但是其中有一个用问号带着 那这个问号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种神奇的医书 那我们的方叔叔 四十八岁的时候患了中风 可以说他用了很多的方法 但是效果都不是特别的明显 后来遇到了这位高人 用了问号当中的那个医书之后 恢复的就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神奇的方法可以说有千年的历史 不光是可以治疗恢复中风 还可以预防治胃病防大病 而且在今天的养生堂呢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 在一年当中的什么月份 什么时辰 最容易高发中风 来 带着这个问题 我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位专家 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北京中医药大学真酒推拿学院临床期副主任 魏玉龙 欢迎我们的魏老师 魏老师好 你好 欢迎你来到养生堂 好 这里是北京卫士养生堂的栏目 由足利剑老人鞋 独家分明播出 专业老人鞋认准足利剑 寒冬已至 足利剑老人鞋 温馨提示您天一防寒的同时 更要注意足底包大 我们用掌声欢迎魏老师 好 谢谢 魏老师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 这个说它是千年的古方 没错吧 没错 没错 而且据说呢 它是长寿鼻祖的养生方法 是怎么回事吧 这个说得很到位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 说起来这个方法呀 确切地说 它对我们的这个中风病人 确实有很好的防护作用 特别是在后期的康复上 因为我们要加强这个 特别中风病人呢 它治散率很高 对吧 我们这个加强 他的自身的这种功能锻炼 对于他的后期恢复 是非常有帮助的 明白了 不光是可以治疗 最重要的是可以预防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 我们对于预防中风 可以说这种方法 也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也是行为有效的 所以我们想 这种方法介绍给大家 应该对我们 减少中风的发病率 太好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是 它不光是可以 让中风的患者 恢复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可以预防防大病 好了 这个好的方法必须要介绍给大家 我看看谁想学 来 再把手举起来 有两位 这个举个速度很快 手又很高 有两位 这个是吧 这还咱熟悉的面孔 来 老师 来 老师 来 来 来 欢迎 欢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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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伟 您好 魏老师 您好 您好 来 老师 大家好 叹蜜者 没错吧 别动 怎么来养生谈了呢 你还认识这个 叹蜜者 进门有一小孩 跟我说是便蜜者 你别吓错了 叹蜜者 那小孩不认识字 你知道这中风啊 这惨率高 这死率高 而且复发率还很高 我还真不了解 你看你方先生 48岁多年轻啊 你快40了吗 我差一岁 我39岁半 那正好才学五入 你也40 反正也到最年了 最年轻的中风啊 我这岁上 是不是最危险的时候啊 进入危险期了 进入危险期了 所以今天好好地学习学习 让中风患者方叔叔 奇迹恢复的 中医传统医术 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 主持人将通过一个互动游戏 让何老师和观众一起 先来猜一猜 咱们相声演员呢 讲究的是 说学逗唱 咱就学一下 好不好 我要跟你说 为什么要学这几个动作呢 因为要跟我们说的 这个问号 也是今天要介绍的 这个神奇的医术相关 大家得好好学啊 得关注着啊 好了 我们先说第一种动物吧 老虎 可以 你来 好 学一个简单一点的 对 猴 就是圆猴 猴啊 猴啊 猴这好学了 你这特效了 都不用学 猴都好学了 你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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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你这肠饼 我跟你说 你错了 你知道吧 在他后面学 你吃亏啊 你知道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 还行 特别好 穿梦跳跃的灵魂性 为什么让您两位 学这几个动物 不理解 我跟你说 这绝对是有用意的 请我们的魏主任 给大家介绍介绍 他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 上面打问号的这个方法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说的就是 武琴系 武琴系 对 五种 琴类 琴就是动物嘛 我知道 我知道啊 武琴系 谁发明的呢 华佗 对 看过年的神医大家 华佗 除了这个华佗学之外 他带着他两个徒弟学 最后啊 我们都知道 华佗他差不多 也是一百岁去世的 这两位学生啊 也不得了 据说练完了这武琴系之后呢 一个活到了九十岁 另外一位呢 是活到了一百零八岁 所以这期节目啊 电视机前 各位亲爱的观众 您一定要学到最后 我们一定会非常有收获的 保不齐我们就是那第三位 学会了 咱都能够活过一百岁 学会这个就能延年益寿 没错 说这个武琴系啊 它最重要的是 这个不仅仅是能让人活一百岁 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华佗比 以取类比向五种动物的 这种运动特征 创编了这五种锻炼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虎 虎 鹿 鹿 雄 鸟 鸟也是鹤 对吧 这五种锡 就是通过肢体的运动 来达到对身体的锻炼 它既可以清理我们的头目 又可以锻炼我们的筋骨 还能强我们的腰肌 对于我们预防中风也好 对于我们的这个平常的慢性病的康复也好 非常 太棒了 太神奇了 你看看 就聊我们的中风 而且还可以预防中风 让我们的五脏六腑气血相同 在三国志话陀传中记载了话陀练习五禽戏的内容 五有一数 名五禽之戏 经常练习五禽戏 可以除疾 并立体足 五禽戏 为什么可以达到驱除疾病的效果呢 问号盖住的内容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一数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会儿为您精神 首先 让我们跟专家先一起学习一下 五禽戏的标准动作吧 刚才您两位学的呢 可能不太标准 所以你有什么感受吗 学完之后 我感受就是觉得 没有方法 没有要点 得掌握要领 让这么着吧 让魏老师啊 给我们来个样子 掌声欢迎我们魏老师的学生 吕嘉轩上场 欢迎小吕 欢迎欢迎 您好 现场的观众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五禽戏 来 小伟 好 学完之后你不得中风 行嘞 来 开始 请我们魏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第一种戏 这个是什么拳法 这叫虎戏 那么它通过肢体的伸展和握举 来加强我们整个身体的气血的运行和通力 那么对于我们调节人体的气血运行 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它整个伸展动作像 这叫虎戏 像虎一样 要点是通过这种连珠运动 形成一个公式 OK 那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老师这个手的位置 对 你看它这个手 好 这是虎戏 接下来 猴戏 猴戏 大家会发现 这个动作在收的过程中 是对我们的整个曲杆一个挤压 提升的过程 好 再来最后一个吧 鸟戏 来 有请小吕 展起 然后腿 向后伸 对 整个身体伸展开 像鸟在天空中飞翔一样 一定要轻柔和缓 飘浮有度 主要锻炼我们的关节 实际上在调节的过程中 在展开的时候把胸锅打开了 所以对呼吸很有帮助 对肺很好 那你们经过专业的老师指点完了之后 也感受一下武情心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您二位 什么样的体会感受 小伙子先说 我觉得应该 先生您说 跟老师好好学习一下这个 也要预防一下中风 虽然我还很年轻 你多大岁数啊 28 有28中风 有28岁中风的 而且是大面积脑出血 就是没有 那想问一下你练完了之后 什么样的感受现在 疏活筋骨了吗 感觉有点出汗吧 出汗是吧 这是好的现象 这是好事 相当于我们在练的过程中呢 微微汗出啊 它对于解除表血有帮助 尤其这个季节了以后呢 我们很容易受凉 所以微微汗出 这个把我们这个受的风寒 给它排出去了 好了 它微微出汗你呢 小伟 它这是初级的 我现在就已经中高级了 我现在就是练完了以后 我就感觉我这血都开锅了 开锅了 肺头了 肺头了 真的 确实是热 而且呢 苏星火血 来 血脉什么的 这都通了 对 演你一股 戏門都开了 然后然后我有加esper 就感谢两位 谢谢那位先生您落作 来 很多的观众都说了 这武秦戏感受了一下 确实不错 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但是跟那问号 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有联系吗 有联系吗 问一下专家 到底是什么 这样请您 到我们皇帝内境 帮助大家揭晓 我帮着一块揭吧 一块吧 帮着一块揭 一块一块 我揭晓一下 这问号后面是什么秘密 六大一首 到底是什么 导演 导演 这导演怎么讲啊 你听说过吗 之前 这个问号 没听过说过导演 他到底 是什么 您来帮我们介绍 介绍 刚才我们 何老师 还有咱们的观众 一块练的 就是武秦戏 对吧 武秦戏在三国志的 华头传里面 专门记了 我有一树 名曰武秦之戏 那么这个时间呢 他引出了导演这个词 但实际上 在他之前的内经时代呢 已经把导演 纳入了中医的 治疗手段当中了 所以在素问 《医法方医论》里面 专门讲了 中央热气地平一时 风气又比较大 出现四类疾病 我们说的 唯 觉 寒 热 唯 觉 寒 热 所以其致意 导演暗桥 那么这里面 大家就看到了 导演这两个字出来了 是吧 这个暗桥 是我们就现在说的 按摩和推拿 这些话的意思是这样 也就是说 导演能治疗 什么样的疾病呢 四大类 唯 觉 寒 热 实际上我们 如果把伪局寒热弄清楚了 就知道导演是 怎么样防病的了 伪是什么呢 它一定是弱的 所以叫虚 然后觉是什么呢 觉是发病比较迅速 所以伪局放在一块 实际上是个虚实的 改成 那么寒热大家知道 明白 所以这四个字就表示了 虚实寒热 虚实寒热 对 当我们身体比较虚的时候 我们可以练导演 明白 我们身体一旦有了实症的时候 也可以练导演 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寒症或者热症 也可以练导演 也就是说 它在中医来讲 从这四症入手 对于导演来讲是有效的 所以给它的定位是 就是我们后面这八个字 导气令合 引体令柔 所谓的导气令合 什么意思 就刚才我们说的 主要是把我们的呼吸 调顺 调顺 呼吸调顺 肺主气似呼吸 气一旦一通顺了 我们的内在也就通顺了 然后这叫导气 引体令什么意思 就是伸 伸展 你比如说刚才 我们的铝箔 是在做的鸟戏的时候 它能够飞得很 抢通 很舒展 那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 它是让我们的肢体怎么样 什么样的肢体才能舒展呢 柔和的 柔软的 不能僵硬 对 你就看了 春天的柳汁 是不是柔软的 所以我们玩了好几天 最后再插到地上 它又活了 秋天的树汁 我们摘下来以后 别玩 一玩就舌了 所以叫柔弱惹生 坚强者死 把气调整好了 然后身体柔软了 这想得病多难 气得撞 不是光撞 光撞不行 要通 还得通 咱们方先生的这个气比较壮 但他一不通 像这儿了 也不行 对吧 也不行 还得通 但是我就不了解什么呢 你想那个方叔啊 他这个都不能自理了 怎么还能做这种动作呢 说到这个方叔叔的问题 方叔叔用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医术 最后用了这个导引术之后呢 就身体明显的就好转了 想问一下导引术和其他的医术相比 它的优势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导引术的结合道具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吧 主任 来来来 小蕾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电源打开 这个从这个咱们所看的这个中风的这个模型啊 大家就会发现中风的这个风呢 是内风 所以它从里面旋转上来的 跟我们中医所讲哪个脏气关系最紧密呢 跟肝的关系最近 肝淤了以后 它就会化热 所以火气一上来以后 它就会好损我们的阴液 好损完了以后呢 它就会热即生风 对 这个风一吹 大家看到的这个吹动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肝风 为什么呢 肝经在我们的身体内 它是唯一一个直属直大脑 颠顶 到达我们的大脑的经脉 所以这个风能从下面吹到我们的脑袋里面去 那这个小白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 比作我们的身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 这代谢的产物中医叫弹湿 那这风一吹的时候 斜着这些弹湿 它就跑脑子里去了 这就引起了中风 明白了 那说到中风和这个导引数 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在治疗中风 它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 来 动则生阳 阳气帅血而行 治风先治血 血行风自灭 这个动呢 刚才咱们做的导引数 都是在动 对 所以我们在中医里有句话叫 动则生阳 你看一一活动不就出汗了吗 是吧 阳气就该伸展了 阳气就上来了 所以动则生阳 所以当我们的气一足了以后 气一通 它就带着血就走了 所以帅血而行 气推着血而行 对 我们要想把这个风去除 实际上要从治血开始 明白 要想治好血 那么必须让气血通畅 中医认为 气血相通是育黄中风的关键 而导引的优势就在于此 通过导气 可以达到 让身体内部气血相通的目的 从而有效育黄中风 其实就是气血相通 对 但是小伟今天有一个问题 问的其实特别的好 一直都没有解答 也就是说我们方先生 四十八岁那一年 中风 他基本上都是卧床不起 生活不能自立 我们知道导引树 他是要做很多很多的姿势 又武又导 对 这姿势怎么做呢 怎么做的呢 方先生 你还记得当时 您遇到了我们的魏主任之号 对 他怎么跟您说病情的吗 怎么治疗的 怎么治疗的 我治疗的时候就是 他这扭 然后就是这个腿 你看 往前一伸一伸的 就做这个动作 登脚跟 登脚似的 就像这一个动作 您练了多长时间 这一个动作 我练了有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 就反而我练起来 一个动作 对 多长时间您觉得 就能站起来了 做这个导引树之后 多长时间 也一个多月我才站起来的 那也挺快的了 一个多月 那您的这个体会是什么呀 就是做完了 特别清爽 腿特别 腿特别清爽 你现在还在练对吗 现在也在练 也在活动 太好了 我们实际上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从针灸的角度 来刺激方先生的穴位 而这里面呢 我们所说的就是 寻经导气 它是两个内容 一个是寻经 一个是导气 经的讲的就是经络吗 对 这个时间我们要把它 整个经脉的气血 给它融通开 打通开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选择一些 特定的一些经脉 一个是我们的阳明颈 从头 从头 在我们的体前 然后下来以后 沿着我们的体前 大腿的前面 一直到小腿的前面 一直到我们的足面上 所以你看 祖阳明卫经 它的特点呢 是从头走足 上下连贯 而且阳明经 最大一个特点 它是多气多血 所以我们选阳明经 对于调唱 全身的气血通常 是非常重要 这样是练的时候 就是按摩 揉 对于头面部 和胸腹部呢 我们可以用 手来 用手搓一下 搓一搓 揉一揉 推一推 前心 对吧 但是对于我们 下肢部的 这些阳明经 我们就可以采用拍 拍的方法 或者是手握空拳 垂打的方法 垂打 对 那一般那个 当领导的 一定血脉很通了 他老拍桌子是吧 这个气血最多的 就在我们的阳明经 另外一条经络是哪 叫太阳经 这个地方开始 一直 然后一下下来 两吊线 这不是挤住吗 一直下来 这么下来下来下来 过来 就到我们小指的尖段 明白了 所以你看 它也是贯穿上架的 也是通的 还有这个锻炼的时候 是怎么锤呢 先别急 然后它最大一个优势 是什么呢 是唯一一个 与脑直接连住 所以中风都发生在 这个脑子 所以它对于我们调整 改善或者是 这个治疗中风的 后遇症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个渊源 我们已经讲清楚了 接下来观众想问了 说这个导引数这么好 可以预防中风 不得大病 它有什么样的动作呀 一起什么样的招式呀 就是这个 是不是得蹭树去呀 你看好多老年人蹭树 也是这个道理 也有这个道理 像刚才我们就是在 在这个前面的阳明镜上 这么拍吗 这么拍呀 那在太阳镜上 可以两个手一块 你能够到哪就够到哪 这么这么下来 像拍打 那接下来寻晶导器 我们要具体地教大家几个动作好不好 对 导器的话呢 我们一般用的比较多的呢 就是采用五行掌的导引数 五行掌 对 五行掌 什么叫五行掌 这个你得好好学习 对 实际上五行掌 是个什么概念呢 五行掌 最多的第一式 就推法 推法 我们再次有请小李 欢迎 您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导引数当中 首先推荐的是这个推法 这推法跟这个中风 有什么样的关联 它实际上调的是整个肝筋 通过调肝筋的作用呢 来达到调肝气 那么我们刚才在谈到的时候 我们中风跟肝气的这种 这个淤解 有淤解 把风 是吧 到了大脑 那有关系 而且肝筋呢 直达颠顶 所以我们在练的 练推法的时候 通过这些动作 把肝筋的力量调动出来 这样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调节肝气 有很好的作用 你看尤其是在我们的 这个推法里面呢 这个有一个很关键的动作 要领 就是脚尖 往上挑 用的什么呢 用的是大拇指 因为我们的这个肝筋啊 它起源于我们的大拇指 所以通过大拇指的这个挑动的作用 把肝筋给它牵拉起来 然后慢慢地引动肝气 所以刚才咱们在 刚才那个方先生 我们教给他的方法呢 就是倒气的问题 就是要让他尽量地向后翘 往上去 去抬腿 那偏单病人 刚才何老师说了嘛 他不可能向我们正常人们锻炼 所以呢 他做这些小的动作 就要再做这个就行 我们刺激一下我们的肝筋 好 来预防中风 接下来 那下面我们请 吕博士给大家做一下 整个这一节吧 好 我们一起来啊 展开以后推出去 可以 完了以后收 看 翘大拇脚趾 完了以后再提上来 再转肩 再推出去 所以他整个这个肝筋的这个 循环 就完成了 注意什么呢 在做的时候 要领就是一个脚和手法的御用 对 只要你自己关注到你的动作上 然后体会到我们的这个脚趾的这个牵动力 就OK了 好 那呼吸怎么样的去配合 呼吸 当我们在起的时候是吸 吸 展的时候也是吸 展的时候是吸 对 这是吸 现在你看这是吸 吸完了以后 呼 哎 何老师那脚跟不能翘起来 啊 脚跟不能翘起 脚跟 脚跟不能立定 脚脚尖 好 这多长时间做一次 就是频率是什么样的 频率是我们左边 我们做五次 然后右边做五次 中风的关键在于调理肝气 五行掌推法动作要点在于牵动肝筋 以达到平肝前阳的目的 从而预防中风 小伟学会了吗 学会了 怎么样 排气 就打嗝来了刚才 对呢 打嗝 刚才我这也会呼 嗝嗝的打嗝来了 这推法咱们学会了 接下来咱们再介绍的是捏法 对 捏法 只要推法呢 我们在推完之后呢 再加一试 就变成了另外一试 怎么讲 要踏法 踏法 可以去心火 去心火 这不是推法吗 推完以后 咱们再加一次 哦 转过来 就是踏法 大家注意 在加这一试的过程中呢 它做了一个掌根后伸的这么一个动作 那么使我们的手哨音心经被牵拉起来了 所以它可以起到通过调节心经来调节心的功能的功能 调心 掌得立起来 用掌根的力量 实际上就加这么一下就行了 加这么一下就变成踏法了 调的是我们的心经 对 明白了 那还有一个捏法呢 它调的是 捏法调的是废气 废气 为什么要调肺气 跟咱们这个中风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我们说气为血之帅 我们肺是什么呢 肺是主气思呼吸的 所以肺气通畅的时候 我们全身的气脉都通畅 因为肺还朝百脉 因为我们全身的这个气脉啊 它均要与肺加强联系 所以我们通过调节我们的肺气 通过刺激我们的肺经的气血的运行 达到全身精气的畅达 明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血管病的恢复是有帮助的 接下来我们交给吕博士 捏法 捏法 对 这又不一样 你看手势 你看 它通过这种两臂展开 把我们的胸窝打开 这个过程你看 这是吸气 然后呼气 您告诉我 为什么手指要把它都聚拢在一起 聚拢在一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食指的末端呢 是我们的根基 所以你看我们身体 一旦雨阳气不足了 我们食指的末端一定是发凉发白的 所以通过对自制末端的牵拉 把我们的整个精气给它牵拉开 而且牵拉的过程你会发现 我们肺经是这么走的 对 所以我通过这么一个捏法 再加一个环转力 使我们肺经的这种牵拉更加明显 五行掌捏法动作要点在于宣发肺气 使气率领着血型 血型风自灭 目的还是要熄灭肝风 捏法是预防中风的辅助动作 你要坐着坐着就都下去了 要不就全上来了 这一上一下 就掉着刻来 对 实际上操作要领 就是我们相当于在拉一个弓弦 找到弓弦的感觉 找到拉弓弦的这样一个感觉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把整个胸壳 给它扩展开了 做得这么好 给自己鼓鼓掌 学会了吧 一个推法 一个捏法 一个肝经 一个肺经 如果大家没有学会 这里面的要领也没关系 我们还有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大家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平台 将会有详细的解答和介绍 我们再次用掌声 感谢我们的吕博士 谢谢你 希望大家一定要 好好的看这个节目 要把这个导引数学会 让我们预防中风 像画坨一样 可以活到一百岁 好了 那么问题来了 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了 其实中风 什么时候发生 它是可以推测出来的 比如说 什么样的月份高发 那么这一天当中 什么样的时辰 可能发生中风 都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给大家提个醒 当然了 一天 是吧 早中晚 是什么时候高发 我跟你说 我这还真的是 做了一番功课 就在一本杂志 这个杂志叫做 中国中医疾症当中 就见到过这样的一篇文章 来 我们把这个文章也找到了 它是怎么样得出结论 中风什么样的高峰期 高峰日 包括它的时段 其实就是因为 研究了我们的子午流注图 得到的结论 先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吧 确实是科学的 对吗 我们说中医在制法里面 谈到的这个子午流注 它是按照时辰的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体的气血 在运行的时候 它是按照不同时辰 有不停的表现 我们称之为 在不停的时辰 有不停的经脉 来当令 当令理解起来 实际上就是直班 当令就是直班 对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这个地平 就像刚才专家说的 就我们的藏气 藏腑呢 小伯你看 就像个表函一样 就是圣经 你看在有时当令 来 这个是 深时 谁当令呢 这叫什么 这两人 唐光 你愿意写 对 小肠是什么时候呢 小肠 卫时 这是卫时当令 当令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它直班 好 那这样说到子午流注图呢 我们结合KT版 再跟大家详尽地介绍一下 跟我们今天介绍的导演术 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 跟这中风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来 请上我们的道具老师 中风的发生时间 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中风什么样的高峰期 高峰日 包括它的时段呢 其实就是因为 研究了我们的子午流注图 得到的结论 接下来 我就好期待想知道 很好奇 对对对 算号是什么 把这个时间 我们都记住了 躲过去了 我们就可以预防中风的发生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 好 我们先来介绍高峰期 来吧 高峰期 8月9号 这个指的是阴历 阴历 那就是 8月15 可不就是 中秋节 中秋了吗 这个算在哪 好 这个时候是高峰期 所以你看次年的三月份 这不就是我们供暖结束前吗 对对对 所以这个阶段 基本上是我们 冻风的 就心脑瘦尔疾病 尤其脑瘦尔疾病的高发期 你看大家都在那拍 对对对 北方的这个秋天风硬 风硬 而且尤其北京的风更硬 好 好 接下来高峰日 哪一月的哪一天 天数 我们再给他 这次何老师接吧 我接 那您接一个 我接 你是我们的探秘者 我接大伙乐了 也就是说11月24号前后 对 实际上他这个 确切的这个日期呢 只是算出来的 统计学算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11月份 阴历11月份的 中下旬的时候 是非常危险的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些数据 都是我们根据子午流注图 做了一个推测 和收集的数据的一个总结 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高峰期 高峰日这个时段的引以重视 让我们远离中风的发生 好了 小伟 11月24号 这是我们推算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再具体一点 说这个时辰 时辰 就刚才您说的 来来来 丑时五时 陈时 丑时是甘经当令 还有一个陈时 是魏经当令 这个时候不明白了 心和这个甘 刚才您已经说了 跟这个中风的关联 这个魏经跟这个中风 有什么样的关联 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呢 我们说这个魏经 它本身是多气多穴的 所以当你饮食过度的时候 脾胃功能失调的时候 它就容易生垃圾 蕴化不利 弹湿内生 造成这个血管里面 容易沉寂东西 所以呢 当我们说到了魏经时段的时候 一旦一如你本身的这个气血 当它值班的时候 它肯定气血就开始充容了 这个时间呢 垃圾就最容易 堆积在胃里 对随着肝风 上扰清潮 导致中风 造成中风 所以这个魏灼不可小虚 因此我们说在 真正的这个锻炼的过程中 导引很重要呢 因为皮主四肢啊 就皮胃主四肢啊 明白 所以我们把四肢导引开了以后 皮胃的功能 魏气的浊气就能下降 清气就能上升 这样对我们的中风康复 包括一些中风预防 都是非常用的 那这个魏晶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魏晶我们用的什么呢 用的是云法 云法 对 又是一个动作招式是吧 又是一个动作 对 那就把这几个动作都学会了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全领会 我们今天导引这样的 对于中风的预防的养生的关键 所以把前面学会了 这云法也要记住才行 这云法怎么一个招式 这个就比较简单 而且也容易操作 那咱们再评讯一下 这个李博士 李博士 来 欢迎小李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最后一种 小李我们为今的 云法 这个大家一块儿可以跟着学一学 这很简单 好 同侧的腿和手举起 然后翻转 脚尖朝下 对 这个简单吧 不简单 这个体验出 你看皮的生轻 胃的降着 一升一降 但是左右肢体呢 不要出现左右的偏歪 一定要站稳 站稳小李 对 然后脚呢 尽量在我们的腿这一侧 不要偏离腿太远 何老师的腿就跑出去了 一定要是起是膝 然后手落的时候是呼 然后呼 你看我们这全场 大家做得真好 来来来 来给何英伟部部长 真是 今天是使劲了浑身的解数 好 那您可以跟我们嘱咐嘱咐 作为一个日常的宝剑 我们宝剑中风的话 做这个云法 还有什么样的讲究 配合我们之前介绍的 那几种方法 对 实际上这里面 我们最重要的呢 我们这是标准做法 标准做法 大家在做的时候 可能觉得有难度 实际上刚才何老师 已经做得相当好了 那我们在做这个 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 对偏瘫病人 或者老年人 有这个意思就行 你比如这一节 我们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这个脚抬起来 它会左右来回歪 那么怎么办呢 脚就放到地面上 脚尖点地就行 这个手呢 直接往上抬 放下来 然后慢慢地踏过来 大家看明白了吧 看明白了吗 就没必要这么 腿抬这么高 没那么腿抬这么高了 容易摔倒 那么随着他练的时间 长了以后呢 平衡感好了 小脑的供血充足了 这个时间 他就可以把脚抬起来 也是一个对自身 健康的一个评估 外边来 那么我们会发现 月练这一节呢 人的这个 胃肠道的蠕动功能越强 感觉自己的这个 精气神越好 越来越好 你感觉到了吗 这期要生堂 录得特别的直途 是吧 五行掌云法 动作要点在于 使胃灼之气下行 避免胃灼之气上行 上扰轻翘 导致中风 云法是预防中风的 治本之法 回家锻炼越来 有推法 捏法 云法 对了 还有个探法 多一个动作 对 就是这 好 我们又掌声感谢一下 我们的吕博士 谢谢 好嘞 小伟 来 讲一讲这一期 你的收获 你的收获和体会 主要是 学了这个导演以后 对自己 没事平常锻炼的时候 气脉 血脉 开通 对自己身体有益 防止中风 太好了 有益处 对 有病之病 没病还能保健 最重要的是 若学会的话 像话坨一样 可以活过一百岁 如果身边有中风的朋友 我也会把自己学的这几招 交给他 中医认为 气血相通 是预防中风的关键 而导引的优势就在于此 通过推法调干气 捏法调废气 云法调胃气 使全身气血相通 清卓升降伍序 从而达到预防中风的目的 可能很多的观众啊 没有把我们的分解图 记得特别的准确 没关系 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平台 我们将会有详细的标注和图结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为主人 谢谢您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养生方法 谢谢 导引树 希望我们都能够远离中风 好了 在养生堂节目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美食 据说这道美食 小伟可厉害了 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尤其是其中的一道食材 被称为是补血圣品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怎么样 很诱人吗 好 有的血有的吃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养生厨房 养生厨房 由专利好 由脂肪酸均衡的金龙鱼 一比一比一 调味油 冠冰播出 谢谢大家 谢谢小伟 来 请 来 请 你干嘛呢 我跟你说 我这气血不足啊 我这练两招 我补气血 哎呦 你还用练 我跟你说 我直接我来练 我给你来点好东西啊 你这也是有备儿来的是吗 对啊 我特意给你带来了 看到了没有 超强的补气血 鲜汤 鲜汤啊 尝尝 就一碗红汤啊 就您那点养生知识 就红色补血是吧 我跟你说 今天我带来的 这可是山珍 你知道在过去 这是往宫里送的贡品 这个确实是 它还有一个称号 叫南方红参 哇 那有点厉害了 对啊 你看我们本草纲目里说了 这个东西它有三样好处 它第一是能够开胃 第二呢 它能够止血 最后一个能够不弃血 比如南方产后都吃这个 这东西除了滋补好 看来它还好吃呢 当然好吃了 那今儿子咱怎么做呀 咱们来一个 绝对漂亮颜值高的樱桃肉 哇 这樱桃肉我可是知道 这是宫廷菜的代表 慈禧老婆也爱吃 传统的这个樱桃肉 是要拿这个红蛆粉 就是这个 或者红蛆米 进行一个包子 让它有这种樱桃红色 今天我们这个进贡的山珍 它也能够帮助我们 起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着色作用 也就是说 今天咱们是双料染色剂 而且这两样染色剂 都有很好的养生功效 是吧 张老师 是的 是的 那咱们边做边聊 好嘞 上等的五花肉 咱们先准备好了 我进行了一个浅汤烫 先有一个定型作用 直接把这个肉面 咱们系上花刀 这个汤烫的过程 我们有一句 这个约定俗成的话 叫做把肉紧一紧 对对对 能现出完美的 一粒一粒的樱桃状 一串小樱桃的感觉 绝对是这样 然后直接上锅走起 这就起锅了 而且我们说这个正经的 别管是樱桃肉 红烧肉也好 它应该有一个 烫皮的效果 对 就这样 咱们说是叫虎皮状态 看到平底锅的油 不要太多 那咱们直接把 靠近皮的位置下锅 就前两天 有一个朋友问我 说我这红烧肉 看你们做了这么多次 怎么老是做的 肥肉刚刚好口感 但是瘦肉残了 那就是因为您缺少了 这么一步 这樱桃肉指着 是它的一个形态 还有一个颜色 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和味道 应该是极致好吃的红烧肉 必须得是这样 可以看到锅里边 通过这种煎制 已经多出了很多的油脂了 油脂 它已经受鲜了 我们把肉翻过来 看一看 变成什么的 这就是我想要的 虎皮 没错 看到锅这种气刀 这个肉面会更加容易 和锅底的紧盒贴在一起 更容易形成一种 焦脆的虎皮状态 直接往锅里边做夹法 姜 走起 下香料了 没错 再放一点点的香酥 小葱 煎出油来 直接开大锅 第二个香辛料比较少 也是为了保留南方红山 第一个食材的本味 必须是这样 它是特鲜特好吃吗 特鲜 山珍 哇 这供品好 好吃进补 哇 汤酒 最香 酒呢 出掉香味以后 直接生抽 咱们还是调配些的 咸咸味道 调味的 生抽呢 它不是为了颜色 只有咱们这个 你看看 这种像樱桃汁一样的 供品泡制的水 没错 这电视机前的车水 阿姨要想知道 今儿个我们可以补气血的食材 是什么的话 可以即刻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答案就在里面 咱们再放上一些的红曲粉 这是双料的染色剂 那我再往里边放一些好东西 供品本身也是要加入到里面的 它的水有着色作用对吧 对 那它的这个肉 可是大大的好吃啊 鲜美啊 您这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那今天我们说的供品就是它 要做吗 一朵红豆供 的确是 它就叫红菇 所以今儿个我们推荐的 这个补气血的 进贡的佳品 就是红菇 很有营养 我有一个问题啊 我以前也用过这红菇 你有营养吗 可我老做不好 你酸都特别压缠 最后就都扔了 嘿呦 这可惜是好食材了 我们一般都要去把它 进行一个揉捏 放水 错了 放淀粉 因为咱们是通过这个淀粉的 粘合作用 淀粉加进去以后 咱们稍加揉锅 它就能够沾出这个 菇里边 任何菇里边 对呀 你看咱们这个 生抽的这个红菇 它除了有一个健脾 养胃 消失作用外 它还有活血化一的作用 我们这红菇呢 刚才我们讲了 又补气又养血 所以三元七十二 就先来提醒您 红菇粉加红菇 补气活血的效果更佳 樱桃肉好吃 樱桃肉 今天咱们算是升级了 明白 从味道上面升级 从颜色上面升级 而且我们说这个蘑菇 本身它就是素中鲜嘛 对对对 然后还有素中肉的美称 所以这放一块就合适 没错 刚才我们说到了 烧到够火后的时候 它这个肉呈现出 四周掉角 你看看现在肉整个呈现出 就是这种状态 一串小樱桃的感觉 这就可以起锅了吧 没错